好,今次我们来做乱集 我们尝试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 input 一个数字 之前我们也做过的 可以写数字进来 写入一个 string 之后我们用一个 integer .pass 就可以把一个 string 我们用一个 tri-pass 就可以把 string 变成一个数字 出现 value 成功不成功 如果不成功的话 我们就 写一个 error 我们就尝试不用这个 try-pass 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样的练习 可以的话可以自己试试 做 pause video 好 好 快做一个 可以试试一下 是什么 这个就是原本的 我们进了二三四 那就出了三四 v等于 写入 这样 我们就尝试做一个 代替这个 tri-pass 功能 从而了解如何运作 对吧 我应该不要 不要跳行这个 100 可以试试了 首先我们开一个 function 叫做 pars integer 这样 可以大家试试的 c-sharp 可能习惯大家 做 function 名 但其实无所谓 那这个呢 就是string 进入 output一个 integer v value 无所谓 那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想想 我们要进入 string 其实它是 1 2 3 4 分别是四个character 那 之前都说了 它这个是character 所以它有code code 它是1 那 如果查回 ASCII table 的话呢 应该是四十 多少 48 是0 所以1应该是49 这个不太好看 对了 看这个 更大一点 那 49 是1 诸如此类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其实是49 记住 这个就是50 这个2 如此类推 那我们要把它变回 1234 那 首先 我们想想应该怎么做 就是 就是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字 就是1 那我们就得到 将它 49 就转到1 那很简单 就是我们减48 那 就会得出1 那 然后就存在 它的op value 那 第二次呢 我们 read 这个2 那我们也是成功了 我们也这样 就出了2 那怎么可以把两个贴在一起呢 其实因为十净仔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1 就变成1 10 那就是10 再加2 那就12 好了 那如此类推 下一次我们再乘10 那 这样 变成120 再加3 那就是123 那 如此类推 就是这样 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 就是 就是 一开始呢 它的value 先做0 之后呢 我们 整个String 就 看看String 有多长 是不是一路看到尾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个 就是 S的第1个 String的第几格 那 那开始第一个 应该看到1 那我们就可以 查一下它 那 那问题就是 它什么时候停呢 例如我后面 可以进入1,2,3,4 然后进入 空格 然后进入 6,7,8,9 那 这里这个空格 其实我们要分开 所以我们看到 不是数字 其实理论上 应该要停 那所以我们可以 当它是 如果看到是空格的话 呢 这个是downcode 啊 空格 spay的话 或者 或者我们可以 support 它 之前说 我按tap 又或者 它是跳航的话 我们都 停的了 所以现在的价值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还有这个 我们的Return 成不成功呢 跟回这个的话 这个也算成功啦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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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它呢 是 小过 0 或者 或者 倒转 寫 大个等于 0 同时 小个等于 9 那就是1,0至9之间 那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对的 case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呢 CH-0 那就是48 那就是 加到 value那里 那里 那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 加之前 我们要将它 乘10 不然 你就 忘了移位 这个 重要的 前面 还是后面 应该是放在前面的 先将 之前有的数 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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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 今次 多了 这个不是等于 这个是加等于 加下去 那 大致上 是这样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 可以用 这个 先 pass 先 这样 就不动 这个 啊 或者我用 这样 这样 试一下 那我们进去 多少 46 这样 ERROR了 OK 因为我们 Return to 我这里 不是 对了 不成功 所以 应该可以 那 46 所以 多了 2 3 4 5 6 OK 那 但其实 还有一个 是我们没有办法的 例如我们有一个 空的 没有东西 其实它是0 那实际上 我们应该 当错的 原因是 因为 我第一次进来 那个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 直接 Return true 那 所以 我们可能要加 一些方法 查看 如果 连续 是 小时候 等于 0 Return false 这是一个选择 但是 呃 呃 视乎你想怎么做 因为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办法 例如 如果我先进去空格 然后 进 A34 那我们想不想支持呢 是吧 那你又要想一下 所以有另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可以 先进去空格 前面 呃 应该怎么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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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要写在外面 那 一开始这个 就分好 没有了这个 因为I等于1 这个我不写在这里 那 一样 这样的 那这个就很简单 如果 Siege等于 空格的话 我们就 如果不等于空格的话 我们就 Break了 还有 如果 不等于 Tab 那我们就会 西走所有 Space 和Tab OK 那这里就是我们了 我就不需要 I等于 这样 它就会一路做 西走所有Space 之后 才再到这里 因为I 我们设了一次 呃 第二件事呢 我们可以加个 我们可以加个 boolean的 就是 valid 一开始 是 不valid 直至到 我们成功 设到第一次 的数值 我们就当是valid 所以 最后的 return 就是return 或者用valid 就用ok ok 可能会容易 那就ok了 看看 不合 如果 进入一个 没有东西的 String 就会这样 要进入一个1 ok 100 也没问题 先进一些空格 然后进 456 咦 ERROR 先想想 嗯 嗯 应该我们 不可以有这个 因为上面已经 飞走了所有空格 所以 来到这里的话 它 应该是没错呢 先想想 嗯 或者我们试一下 这个做debug 我们设置 一个break point 在这里 之前也没有说 我怎么用这个break point 那 按一次 spey spey 4566 那它就会停在这里 ok 停在这里 再看i i 现在是0 咦 前面那些 它没有西走 吗 啊 sorry 这个是调转了 这个是等于的时候 或者的时候 咦 慢慢 应该是 end ok 对 试一下先 对了 可以 那 那 视乎你想support的挺复杂的 其实我们现在就不support负数的 负1 负10 它们出了正10 但是应该 啊 这里如果我们是 ok 如果是遇到spade就停 如果遇到数字就继续去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这个应该是error 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else的时候 应该要return false 所以 为什么刚才它没有 因为如果我们 入数字 入 不是数字 它 它不会错的 对了 那现在它会error 那负10 对了 它会error 因为我们没有handle到减号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加的 就是如果 如果 s的第i 是等于 符号 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开一个 代表呢 就叫做 sign 就是正符号 那我们可能 或者可以说 is negative 试图你怎么想 不过 通常用sign 好像比较好 一开始当是正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等于 符号 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 i++ 这个其实都最好要check的 i是小过 这个才行 对了 如果不是它又会错的 因为有机会呢 它这里加了1之后 已经是最后一个 s的最后一个字 所以它跳到这里 你可能会超出了 它的一个范围 那这两个 if 那这两个条件 其实你可以写一项的 and 这样 那这个有正符号 所以我们希望 一件事就是 最后一个呢 如果是负数的话 我们将数 变成负数 所以如果是正数 那我们return ok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正数的话 就是not signed 那我们就 value 是等于负value 就是负数 大致上是这样 你明白概念就可以了 负12 那负12 那负12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可以试试做另一边 而另一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 就靠它这个变回 String 那我们如果 一定要反过 我有一个 有一个 integer 想变成String 那可以怎么做呢 那当然啦 它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试试 如果我们自己做 那又怎样呢 那譬如说 这个是 用什么呢 呃 output 应该叫做 t 就是等于 to integer toString 那我们给一个 v 那我们就把 t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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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应该是个String 那我们就做 这个integer toString的功能 那这些都是练习 基本上 你当然会 不会就这样 直接会用这些 那 returnString input 是 integer 那想想怎么做 那一开始 如果我们是 一二三四的 这个数值 这个如果是integer 那我们其实呢 就要反过 就是拆最左边这个 那 有好几个做法的 那其实 呃 例如我们可以由 这里开始数起 数一下它有多少个 数位先 那找个for loop 去loop一下它 那怎么loop呢 就是看看它是不是大 呃 大过1 大过10 大过100 这样 如此 去推 嗯 那我们去知道多少个位 知道多少个位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由那个位 开始呢 就脱回它 脱1000 脱100 脱10 脱1 脱1 脱1就是不用脱了 去拆回它 就是和乘10 这个调转而已 好了 那所以我们进来这个V呢 啊 我们这个for loop 呢 等于0 小个 多少 呢 这个 这个 呃 I 开始的时候是1 然后呢 我们将 V 除了I 是不是 不会除 应该是 V 是不是 大过 I 我们把Loop 给它 Mount true 如果是大过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继续的 怎么说呢 如果是小过 小过的话 嗯 嗯 我们先做正数 不理负数 先 嗯 小过的话 我们就BREAK了 慢慢继续 不然呢 我们就出I呢 乘等于10 那下一次呢 它 会再试的 那我们试试这个 看看 拼出来是什么 拼出来的I 那我们可以 看看它可不可以 找得到 所谓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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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它的第几一筒 看看它是否可以 譬如我们这个 1 2 那它找到 这个是100 就是100 那如果我们是用 2 3 4 的话呢 它就找到100 OK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 由这里开始 简单来说 OK 嗯 好了 既然我们可以 先把I 除回10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一路路 照样地 当I 是更大 就是 0 就是1 就是0 就是0 那我们就可以 尝试 把V 去除 这个I 去拿 余数 OK 然后再加0 给它 那这个将会是 那我们可以 写出来的 不用了 那我们有一个 Output String 这个是 Output 用的 Output String 开始没有 那这个Output String 就加回 String 看一下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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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S 也可以 对 这里没有 我用S 按吧 好 那应该 这个有什么问题 Integer 去Char 不行 OK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Integer 跟他说 硬来转做 应该不说 这个 转做Char 对了 那就 应该差不多 试一下 试一下 它 涂死了 啊 其实这个应该 要脱回10 CR40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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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试一下 诶 诶 V 是等于什么 你看 V I 等于I 应该第一次 脱回可能就脱错了 但是 看一下 是 对了 对了 啊 我们的V 一开始这个都对了 用1234除1000 所以应该得到一字的 咦 啊对哦 对了 我不是用余数 我应该直接脱 只要脱它 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们其实 V没有 没有减细到 我想想一下 对了 这个脱下 就脱了一字出来 或者我们可以 把S的变化 看看S的变化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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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是没有东西的 现在一开始 这个还没做的嘛 啊 可能好一点的话 就是放在后面 对了 那起码你可以看了它 这个是怎么样的 好了 一时没有东西 接着一时 只有一字 啊 这个 出了个箭咀 嗯 那是因为这个有12 这个可能得出 得出 剩下除了100 将1234除了100 是除了12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 除它拿余数 就是这个V呢 一开始234 除完1000之后 要拿余数 所以我要让它变化 剩下234 所以我们可以V等于 呃 V除了I拿余数 那 这样写就是%等于 对了 这样 这样 它才会越细了 这个V 看看是否正确 对了 好啦 Somehow其实是对的 因为它这里呢 是越来越缩 但是呢 它有个问题 就是 呃 呃 这个其实不用除10 是不是呢 噢 这个是调转了次序 看一个问题 对了 OK 好像对了 这个是最后答案来的 这个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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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啦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做到 上面这几个步骤就是 Debuckers 我们可以 弄走它 对了 那 大概是这样啦 因为其实 如果真的要做这个 是很多要处理的 例如 负数 对不对 小数有点 拼出来 但是我做了一个示范 一个这样的 练习 同时可以练习到 String 那 这是第一个练习 我们做了 第二个比较快的练习 就是我们计算 这个 HCF 或者叫 GCD HCF 就是 highest 但是有些人会叫 greatest 所以 就GCD 或者叫divider 或者叫factor HCF 就是 highest common factor 就是HCF 英国应该是这样 但是美国应该叫 GCD 还有LCM 很快就讲 这个 题目是做什么 例如我两个数 记得 都是 24 36 很难 其实是用短除的方法 除2 12 18 再除2 6 记得 9 再除2 就除不了 因为除不了9 所以用3 就会得到2 和3 HCF 就是他们 common 的factor 或者叫gcd common 的factor 就是这部分 OK LCM 最小的公倍数 应该是common factor 再乘下 下面这两个 即是它要 它要 这样 紫色 这样 这样就是LCM 这个是LCM 就是这样 应该不是很难 所以我直接做 直接做答案 当然啦 如果你想要练习一下 你应该自己写一下 OK 那我们先查一下 这些 那我不复杂了 我直接 我直接给他 A和B A等于其他 24 不做Input 36 那答案是多少 或者这些 LCM GCD 我先查一下 好 所以我们有两个 GCD 不知道多少 和LCM 不知道多少 那 那 一开始 不知道 所以 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由2 开始除 2去除 除到 24 或者36 之前就要停 OK 所以 ForLube i 小过 i 等于2 i小过 a 同时 i小过 b 才成立 除了 i 除 a 除 i 是 等于0 就是能够整除 同时 and 要可以除 b 如果两个都可以 成功除了 好,成功除掉的話,GCD就可以... 我們拼出來 拼出來 還有,我們將GCD成等於 所以GCD開始計算是1 OK,LCM不太快計算 另外,我們要將A1除細 B 即是等於我們做這個短除的部分 我成功除掉2,要將它除細再下一次 應該差不多了 最後,LCM很簡單,就是把GCD剩下的A和B 即是最低的A和B 應該差不多了 很快地想 就是這樣 對嗎?好像差一點點 先看看,一開始這個是... 2 2做到一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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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